失联的铁达尼号观光潜水器泰坦号 在失联超过100个小时之后 只等到残酷的结局 这个潜水器相信是发生了灾难性的内爆 残骸碎片纷飞 泰坦号里的五个人都全受罹难 不过什么又是灾难性内爆呢 美国海岸警卫队少将在记者会上表示 他们在泰坦号自爆后的碎片场 发现了潜水器的五块主要碎片残骸 并宣布五名船员全数罹难 当中就包括一名英国的亿万富豪 巴基斯坦的商人与儿子 法国的铁达尼号专家 以及泰坦号的创始员都死于灾难之中 而这个泰坦号原本是带着这五个人 潜入北大西洋3810公尺深的 铁达尼号沉船地点 大约是我国五个莫迪卡118高度的深度的海底 虽然还不清楚泰坦号自爆的时间点 但他们推测 泰坦号是在潜入海底之后 大约一个小时45分 就在铁达尼号沉船附近 以水面失联 并可能在同一时间就发生了灾难性的内爆 根据媒体报道 内爆implosion其实是这类潜艇常见的灾难 指的是由于外部压力向内部导致突然爆裂 跟我们常见由内向外的爆炸 explosion是刚好相反的 要解释内爆就要从海底深处的压力说起 水是会产生压力的 水越深压力就会越大 海底巨大的压力是潜艇和潜水器 面临的重要难题 像是军用的潜艇来说 一般都只能在水下的500米深的深度运行 但这个泰坦号可能可以去到接近4000米的深度 端盖承受的压力是超过9000吨 船体的压力可能达到5万到6万吨 这样巨大的压力是我们人类无法想象的 如果船体出现缺陷又或者是其他原因引起的坍塌 会造成潜水器在毫秒内迅速向内坍塌 被巨大的水压给压碎 而乘客们在加压舱内就会立即死亡 在这之前有报道就把登上泰坦号去看铁达尼号的残骸 称作是一场自杀式的任务 因为泰坦号的设计原本就存有安全问题 国家地理频道报道就有提到 这个泰坦号的设计并没有舱门 而是使用17颗的螺栓 从外面给锁死了 也就是说如果外面没有人员让你出去的话 你是无法离开潜艇的 泰坦号也没有后援 也没有逃生舱 泰坦号传出2号之后 电影《铁达尼号》的导演 詹士金马伦接受采访时就哀伤表示 这件事让他想起了当年铁达尼号的灾难 船长已经被反复警告有危险了 但船长却还是全速地往冰山撞过去 他说在同一个地点发生同样的悲剧 都是因为警告被忽略了 让他不禁感叹 这件事实在令人惊讶 对于遇难者家属来说 也是一种极度痛苦的打击 泰坦号一张票25万美元 大约马币116万令吉 如今成了一趟有去无回的行程 想知道更多国内外的大小事 别忘了点赞、分享 以及关注我们热点Hotspot